鹿江国小说故事妈妈团在日前举办了成果发表 今年的戏码结合了流行的歌舞 让观赏的小朋友可以更容易的融入剧情当中 让台上台下是完成了一团 谁说故事只能用说的 鹿江国小故事妈妈团不但用演的 甚至用唱的用跳的 我们今年呈现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 我们用歌舞剧的方式去呈现 一些小孩子很熟悉的一件现在流行音乐 其实我们排練的时间都很紧凑 我们只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那三个礼拜也只用一天的时间 那一天的时间做道具 那再一天排演就这样结束了 就开始擅长了 那因为我们有一些团员本身就蛮自身的 已经参与很多的活动了 所以我们都会互相支援这样子 虽然名为故事妈妈团 其实团员里面有一位说故事爸爸 因为加入故事团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 而来自河北的新住民妈妈 更在这里找到温暖 保持年轻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参加这个戏剧演出的话 可以让自己充满活力 然后也感染到孩子们的那种热情 我觉得说很棒 在生活上也会有一些帮助 就觉得可能在比较情绪不好的时候 会想到说我有小朋友 然后现在过生活都那么好 然后我就会比较释怀 对 因为亲人都不在这边 那我觉得说 可是我现在在这边的家庭呢 就过得很开心 然后就不太会再想爸爸妈妈这样 因为融合了最近流行的歌曲 所以小朋友相当的融入剧情 忍不住跟着台上的表演者唱唱跳跳 今年的成果发表 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 另外一天新闻方建议 凯琳锦鱼如宙采访报导